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什么 是指我还是指贝西摩斯 贝西摩斯 指的是那边那个根源土元素吗 根源土元素 就是你召唤出来的东西 还是说 你们对此的称呼不同 元素名还是什么 听到这话 金与王感到的不快 直到现在为止 这个不知者还以为贝西摩斯就是个单纯的土元素 都要把人给弃一下了 为了教育自己的孙辈 必须要好好纠正这个错误 那是贝西摩斯 是大地的守护元素 贝西摩斯 大地的守护元素 那不是团队本boss陆地大魔兽吗 是谁给他取的名字 是你吗 不是 那是谁 金与王没有想明白为什么安兹这么关注这个问题 难道是那两个孙辈知道一些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吗 想知道答案的话 把那个骷髅杖壁解除掉怎么样 你不觉得这样子谈话很失利吗 那算了 我只不过是因为好奇才问你的 笛卡姆看向双子 到底是他们两个好奇还是这个骷髅好奇呢 那下一个问题 够了 没必要跟你说下去了 魔力还在持续消耗 既然他问的问题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问题 那就没有必要聊下去了 好吧 聊天就这么结束吧 随后 挡在他面前的可恨的骷髅杖壁消失了 有那么一瞬 笛卡姆愣了一下 面对毫无防备的三个人 他在思考要先干掉哪个比较好 你也差不多要到极限了吧 不管怎么说 魔力值已经快要见底了 什么 笛卡姆感到了疑惑 为什么 面前这个明明只会逃跑的不死者会突然间变得这么从容不破呢 明明只要命令贝西摩斯攻击就可以结束战斗 难道是所谓的人类的援军到来了吗 禁令王看向楼梯 但那里并没有任何人的声音 我说 你的魔力值已经要见底了 那格贝西摩斯你还能维持多久呢 怕是只有几分钟了吧 啊 是啊 那又怎么样呢 你不会以为我没有了魔力你就能赢过我了吧 的确 刚刚是被你打了一拳 但那是因为你突然被召唤了出来 如果是一开始就站在那里的话 我也可以闪避哦 嗯 我知道 不死者的声音异常的平静 笛卡姆吞了吞口水 他实在想不明白 不死者的勇气到底是哪里来的 自己可是继承了曾经征服世界的最强的森林精灵血脉的人 也是现在最强大的森林精灵 是这样吗 因为你的拳头让我流了血 所以才傲慢地认为自己能够赢过我吗 但我要告诉你 你的攻击对我根本没有多大伤害 嗯 我知道 明明自己在怒吼 但对面却依旧一副平静的表情 笛卡姆只感到恶心 随后 他明白了安兹这么做的理由 那便是欺骗自己 这是欺骗自己的战术 用平静的态度来欺骗自己 让自己有所怀疑 不敢出手 贝西摩斯 垂碎他 终于开始了吗 魔法三重最强化 不快因之爆裂 魔法剑解放 音波爆炸 冲击波袭向了贝西摩斯 随后 之前封印的三发魔法剑同时射出 总计六发魔法 全部打在了岩石般的身体之上 能够看到贝西摩斯的生命值 正在快速消失 笛卡姆一片混乱 明明自己的贝西摩斯 是无人能力的存在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不 不可能 哦 明明针对了弱点攻击 但是六发魔法都没有打到吗 声音依旧平静 但笛卡姆的内心不再感到愤怒 恐惧开始涌得上来 难道这个不死者比他还要强大 贝西摩斯 给我拦下他 尊重的指示 贝西摩斯对不死者挥下了右拳 紧接着左拳再次挥出 成功了吗 嗯 明明已经遭受到了两次直击 但不死者依旧直直地站在那里 明明之前遇到的所有敌人 都会被这个攻击打败 可为什么 魔法三重最强化 不快 因之暴裂 随后 那个无敌的贝西摩斯 变回了一堆石块 精灵王的内心 突然像是失去了什么一样 考虑到你还有别的技能 所以做出了这个选择 怎么样 啊 没有听到安兹的话 精灵王依旧陷入了混乱与恐惧 他在思考着 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好 不用这么害怕 限断 从未感受过的剧烈疼痛来袭 被鱼水打湿的衣服 渐渐染成了红色 痛 好痛啊 痛 好痛 好痛 脑子里只剩下这个想法 我知道你的感受 那不如投降如何 投降的话 你就不会感到疼痛了 而且 我会保证你的安全 真 真的吗 剧烈的疼痛刺激了精灵王的大脑 精灵王用那几乎要流出眼泪的双眼 看向了双子 随后 双子的其中一人说了一句 真的 是的 已经得到了主人的同意 你先解除武装吧 这样的话 我就保证你的安全 放心吧 我不会撒谎的 不死者用那温柔的声音 劝解着精灵王 但是 还是好痛 虽然杀罗双树的慈悲 在一点点的治愈着伤口 但灵魂深处的痛苦 却没有办法被治愈 有那么一瞬 精灵王的内心沉浮了 但很快就放弃了 投降的想法 自己可是精灵的王 虽然面对的是自己的孙辈 但依旧不想投降 可是 要怎么办呢 魔力还有一点点 但打是肯定打不过的 再次受到那种攻击 毫无疑问就会死去 迪开木看向了不死者后边的楼梯 那里依旧没有任何人影 那就逃跑吧 好痛 好可怕 那就逃跑吧 迪开木开始不顾一切的全力奔跑了起来 对死亡的恐惧 让他的身体发挥出了超越平时的力量 他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快 站住 不然就杀了你 当然不可能站住 在越过不死者的时候 听到了不死者杂实的声音 时间停止 不死者发动了魔法 但是精灵王依旧保持着原来的速度前进 他并没有去想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的心里早已被疼痛和恐惧给充满 终于就要到楼梯口了 虽然因为跑步的动作 全身上下的伤口都喷涌出了鲜血 但脚下的动作却没有任何质疑 杀无了 就在抵达楼梯口的时候 脚底连续发生了三次爆炸 迪开木因为爆炸的冲击飞了起来 但很快就调整了身子重新奔跑 虽然双脚也可能受伤了 但现在根本没有时间在意 迪开木飞速跑向了楼梯 确认着后边没有追上来的声音 迪开木略微松了一口气 随后 因为紧张而屏蔽掉的疼痛感再次起来 迪开木转移注意力看向了自己的后方 能够看到一条血迹从楼梯口远出 不管对方再怎么杀 也可以照着这条血迹追上自己 好痛啊 自己已经不想再跑了 可不跑的话 肯定会有更加痛苦的事情在等待着自己 而且他不想死 迪开木继续忍耐着疼痛奔跑着 为什么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我的孙子孙女都不肯跟我合作 该死 迪开木捂着嘴 避免因为自己内心的愤怒发泄出来 而暴露了自己的方向 忍受着疼痛和泪水 迪开木一边咒骂一边逃跑着 那么精灵王能否逃跑 另一边的教果又在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们下期再谈 好了 点击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不得 点赞过字连续加一期 如果你的期计资计资计资计 可以在我的播端里面点击播放全部 下期我们接着讲精灵王淘宝的故事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